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熏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转轮圣王威士扶摩 第1438集 我是为志 经文 文书是例 譬如强力转轮圣王欲威士 降伏诸国 而诸小王不顺其命 使转轮王起种种兵而亡讨伐 安乐行品的文来到这里 进入济诸欲的部分 佛陀用一个辟语 来对着文书施力 来说话 文书施力是智慧的代表 因为这样大智慧才可以提解 佛陀他所要传达的用意 因为 是安乐行 已经告个段落了 佛陀特别 又补充一个济诸欲 一定有他的特别特别的用意 要我们深刻的去理解 佛陀特就说 譬如一个大 威德利的转轮圣王 像金伦 银伦这些转轮圣王 他有大威德利 转轮圣王出世 天下太平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家都很顺服 国家的人民都很幸福 这是因为他有大威德利 欲威士降伏诸国 因为有时候这个国 他是用国做辟语 国里面 你一个大国里面有很多小国 这些小王 这些小王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烦恼魔 五蜴魔死魔 特别是五蜴魔是这个 会做头 这个是射受想行事 这个就会作怪 对不对 所以人也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那转轮圣王他有没有办法降伏诸国 有啊 他这个威士利就是说 他有这个智慧禅定 他有贤胜诸君 今天会讲到这个七种贤 未来还会讲到其他的这些 他的贤胜诸君 就跟五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 来降伏诸国 所以其实就是用来降伏自己的心 自己心的这个 五蜴魔烦恼魔死魔 你要好好地把它降伏就对了 用什么 用禅定智慧啊 这样 要不然你如果这些烦恼无名 起来作怪的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法 转轮圣王就代表 就是佛陀了 佛陀的法 起种种兵 就是用佛法来降伏自己 讨伐就是降伏自己的这个烦恼无名的过程 这样就对了 好 来看上人的手札 转轮圣王 王恒以正法 自化天下 令其安住善法 无诸过恶意念 恩责各得其所 施以因缘何故 人民心所信福 人天共因共样 如果转轮圣王出世 这是多棒的事情 因为他有正法 所以天下会太平 用正法来治天下 就像我们用佛陀的这个正法 这个法 把我们的心调伏好 这样就对了 所以每个人都安住在善法中 就不会有过失 也不会有恶念 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恶业 你没有恶念 当然就不会有恶业了 所以大家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恩责各得其所 你可以真的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对了 所以施以因缘何何故 是不是 人民心所信福 所以能够遇到转人圣王 能够得到佛法 真的是很这个殊胜的 而且真的是令人很发喜 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人天共因共样 所以我们对佛法要什么 要起恭敬心 供养 恭敬 尊重 赞叹 来这个供养佛 上来有讲供养就是付出 有时候除了物质的供养以外 还有行的供养 还有敬的供养 尊敬的敬 敬的供养 来付出 这样诸佛就会欢喜 来看 我把今天的这个手杂 搭配经文 还有搭配今天开示的重点 今天开示有很多很多的法在里面 那我就很感恩 以前对这些法 还不是很完全了解 今天慢慢就比较了解了 这就很感恩 因为长期的听上来开示 这个总算有了解 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讲 说接下来会讲祭朱玉 今天就进入祭朱玉的开头了 我们来看这个玉有六 威福诸国玉 小王不顺玉 起兵往伐玉 有功欢喜玉 随功赏识玉 不予诸玉 其实以前 祭朱玉 叶华七语 我有导读过 祭朱玉我比较会放在最后一个 唯祭宗明珠不予语之 就是说这个转人圣王 他有这个祭宗明珠 这个平常不随便赏识给别人的 特殊的这个时候 有立了这个大功等等 特殊时候才会把祭宗明珠给人家 所以在祭宗明珠就是华景 就是这个大法 所以这大法不随便讲 不随便拿出来 不随便给人 所以大家珍惜这大法 前几天讲这个 所以我就把这六个玉 就放在 重点放在最后一个 不予诸玉 今天听了上人的开示 我个人很感慨也很惭愧 就是说 哦原来降服诸国 小王不顺 起兵往伐 今天是重点到这三个 因为经文今天只有到前面三个 后面会继续讲 啊原来这个也很重要啊 因为这前面这几个就是什么 降服自己的烦恼无名啊 对峙自己的心魔啊 这重不重要 这很重要啊 我今天才听懂 诸国啊 这个诸国是什么 就你五蕴 五蕴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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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程度 好像在作怪啊 他变成一个一个诸国 对不对 就是一个小国 那个色受想行事 这个就会这个事 你的这个思想 就可能有偏见邪见之作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小王啊 来跟你作对啊 所以这个仇敌是什么 要打的敌人是什么 无比烦恼 这些心魔就是你的敌人 好 所以要起种种兵来往讨伐 对不对 要这个政法来对治心魔 所以我今天才体会到说 哇 原来这个前面这个过程很重要 我以前都是放在最后这个 不与诸谕这边 觉得他很重要 可是其实过程也蛮重要的 这个 那有功欢喜 随功赏识 这个未来才会讲 那有功就是什么 你有政法啊 这个贤胜君 以武一谋烦恼谋 死谋共战 对不对 因为你有政法 哪些政法 今天就讲了 有七个法 后面还有 这个 以前我对这个 我以前对卵法 丙法 忍法 四滴法 比较理解 这叫四加行 因为它叫七弦法 又叫七方便位 又也叫七加行位 这个加行 就是修行的时候 特别可以加上去的 我就想说 好像特勃 不是加油加油加油 这个好 那以前我对软法 顶法 忍法 四滴法 不要理解 软法就是热情 顶法 顶法以前一开始 也搞不清楚 顶法跟四滴法 有什么不同 顶法就是我要追求好的 可是它只是过程 我过程要尽量追求好 还要更好 就是要改善 好还要更好 就顶法 忍法就是 这个忍耐 忍怒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四滴法 就是要追求 世间最好的 唯妙法 等等 可是这都是过程 那以前我对 武庭新冠 别像念著 总像念著 不太懂 不是说不太懂 就是懂一点点 就是不是很重视 可是后来 别像念著 就是 就是试念处 观生不尽 观世无常 观法无我 那总像念著 就把这四个 一起拿来吃 这样 总像念著 就好了 这个念 就是试念处的念 那武庭新冠 我总算 今天也懂了 待会后面会讲 待会后面当复习 我再背一下给大家听 他从不静观开始 不静观也就是 别像念著的第一个 那好 在刚才试念处 你先观一个就好了 观世不静就好了 在慈悲观 无常观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念佛观 属习观 这些 所以 刚刚还不是无常观 就是你要有 不静观 还要有慈悲观 还要有因缘观 然后再来 才是念佛观 跟属习观 以前我对武庭新冠 不太重视 也不太了解 可是这么多年 我要做早课 后来才发现 对 这个修行就要 从这里开始 先把心静下来 在这用停 先把 你不要 因为新缘役 新缘役 你要停下来 就要有武庭新冠 等等 待会 这个 后面会看 所以今天这个法 我现在都通通理解 就很高兴 就是 我今天对 上人的开示 就是 感触很深 就说 上人今天开示有哽意 我下一章会讲 来 看一下 那后面 看下面 有功欢喜 就是你有正法 可以对峙你的烦恼无比 随功赏识 对不对 你得到这些赏识 佛陀把这么好的法给我们 我们有没有安住这个善法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人今天开示的这个哽咽 因为本来应该是进入 进入文法心得 可是我先谈这一章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心得之一吧 后来想一想 我想 天天训法相 之前 在2017年 上人开示这一段 大家都听到 上人有时候 开示到某些文的说 他会哽咽 可是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哽咽 大家知道 他有感而发 上人一定是 有感而发 但是哽咽 那我今天试着回答 自问自答吧 可能只回答了一部分 上人感慨大家 不知道无名烦恼的可怕 因为今天 这个文就是 要来对峙自己的无名烦恼 上人说这是修行的目标 目的 要从这里开始 大家会看到 也不知道用正法来降服自己的心魔 这多重要 修行是不是从这里修 今天佛陀为什么要补充 这个祭族语给我们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所以上人开探 大家不够用心 不够用心 你就不会得到上 这个佛陀的正法 还有开探正法就不能入心 正法不能入心 就不能广传 你法要普遍在 这个天地宇宙之间 不要先说什么 先说普遍在台湾 普遍在世界 对不对 这个就 正法不能入心 就不能够普遍在世界 所以为什么要转轮胜亡 你要转法轮 要把这法传出去 上人的结语 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法用辟语的方式 让我们更清楚 更了解 所以烦恼无名很可怕 无常就在烦恼的刹那 一念间 所以大家要好好多用心 实施相互烦恼 你看 上人今天结语讲什么 因为这进入了记足语 所以提醒我们说 佛陀再讲一个欲 就是用这个辟语的方法 让我们更清楚 更了解 修行就是要去除 这些烦恼无名的 他很可怕 就跟那个 这些小王起兵作乱一样 对不对 如果小王起兵作乱 这国家怎么会安呢 是不是这样 而且会带来什么 烦恼 甚至会造成无常 有烦恼 你甚至就会有 无常更会遇到 等等 恶业 所以好好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要享福烦恼 所以我今天补充 这一张心得给大家参考 来看今日文法心得 要用心 先把心放下 人间 要如何将烦恼扫除 这是我们学佛者的目标去向 上第一句就讲这个 所以 今天这个 记忠欲 我不说我重视 那个最后结果是不够的 过程 过程就是要 这个 转人圣王就起兵 讨伐 你在小王在那边作乱 就给你扫除啊 是不是这样 要有法啊 刚才那个七贤 那个 这个七贤 这个七家 七家行为 等等 这些只是基本 后面还有 所有这些政法 都是用来扫除烦恼的 要起兵 前往讨伐 要不然这些 烦恼魔 五一魔 死魔 就会作乱 你要成佛之前 还有个天魔了 所以需要人能修行 需要人能听法 说法 传法 叫做转法轮 要把法 广传到 普天之下 就要转法轮 所以要人能修行 人能发远 人能听法 说法 传法 而且要 把这个正法 这个听进去 正确的听进去 传下去 好 再来 时间是刹那天下是开阔的 所以心地无边际 意念是刹那间 都是要很用心 这个法要传到天地 心要开阔啊 心要开阔跟天地一样快 那这个意念 也是一样 要顾好自己的意念心等等 这些时间空间 那些人之间都要顾好 佛在这42年间 所讲的正法 就是全都有 这大圣 只是隐藏着 在讲到这个 与这个 与这个死法 然后先说这个全法 这个的时候 上来就讲到这一段话 那我们以前都会 一个疑惑啊 这个佛陀说法 前42年 说的是小圣法 其实不是啊 以前我们都没有搞懂 所以很感慨 其实 前42年讲的法 也有大圣的含义 也是真实法 只是什么 只是我们根基 众生根基 这个叫什么 太薄弱了 太下列了 听不懂 没懂 没懂 这也是真实法 这有大圣含义 上根基的人就懂 所以我们不能把佛陀前42年的法 解释说 佛陀前42年讲小圣法 后面才讲大圣法 不是 前面42年讲的也含有大圣 而且是真实法 只是他先把它隐藏起来 最后才明讲 第42年以后 讲华经的时候 才这个开拳选时 把它很明显的 这个把它讲出来 所以刚才这一段 刚才最后这点 也是我以前 没有弄得很懂的 所以我经日文法信头 就写这个 那后面还很多 就用在 刚刚那个总表里面 已经都讲了 好 来看上来的开示 要用心 要先把心放下 人间 要如何将烦恼扫除 这就是我们学佛者的目标 去向 你看 第一件事就这样 佛陀在人间 就是为了一大事 这一大事是什么 其实很艰巨 很困难 上一天开探也是这样 其实后来想想 还真的 对啊 你要让每个人都懂这个法 让每个人都把这个法传下去 像我自己 寻法相那么久 有些有懂 有些没懂 要全部打通 不容易 还好我有发愿 发愿 真的就全部要把它贯通 我们如果把上来的开始 好好去理解 去体会 而且有做慈悸 你就会 这个打通 因为你会有很多 善知识 善因缘 这样就会理解这个法 而且上来为我们开示的这么清楚 所以其实 这一大事 真的是很艰难 要更多更多的人来传法 所以要用 无量 承洁的时间 深深事来来回回 任何时间 任何空间 无处不在 其实上来 开示的每一句话 现在慢慢都理解 就啊 你看 但是又奈何 但是又奈何 所以怪不得他开叹 他会讲奈何 对不对 所以人能要修行啊 人能听法 说法 传法 才能转法轮啊 转法轮 要怎么样 在人间啊 从哪里开始 从自己好好修行开始 这要长时间的授词 还好 最少 最近 这么长 也不算很长 比如说 十年 四几年 哪有算很长 对不对 生生世世 要长时间的授词才对 才会懂 天下无处不在 这个 充满了正法 普天之下 谈何容易啊 其实这佛陀的愿啊 也是我们 佛子的愿啊 做佛子 做人间菩萨的愿 这要好好用心 像今天啊 这个 一开始啊 他短短的 我就算了 短短七分钟 已经讲了三次用心了 你看 要用心啊 这里是不是 第三行 所以大家要好好用心 待会后面 下一页 他又提到 用心 大家要用心 所以上文在开头 为什么哽咽 他后面的 讲到文书 施力菩萨的时候 也哽咽 因为大家智慧 有没有 被唤醒 对不对 心呢 比如说 这个 要用心 用心在哪里 天下 心外有开阔 无法测量 边际的天下 对不对 可是要先反观自己啊 你自己的天地 因为修行就是自己的心要跟天地宇宙去相应了 这样 这样就对了 这个天下 其实就 自己的心 从自己的心很开阔开始 对不对 放大到 这个 没有边际 可是 搜射过来的时候就是一念心 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所以这个 实时把正法 回向在自己的心里 好好治理这个天下 所以你要治天下 你先要什么 治自己的内心 这个是 佛陀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自己的内心把它治好就对了 所以 令其安住善跑 无诸过恶意念 所以 这很重要 大家要用心 你看 上人才短短几句 他一直讲 要用心 所以这个心念 心地上 意念上 时间是刹那 天下是开阔的 所以心地无边际 意念是刹那间 都是要很用心 有没有出现 最少四次了 到这里 就已经四个用心 上人说 再听下去这段文 下面的经文 我们不都是要降服烦恼 所以这些经文就要好好理解 原来 这个 记诸欲 前面 前段 都是教我们说 原来降服烦恼的重要 这样 这个 一定要好好 把它听懂 接下来再看 一段 这个手札 过去未曾显说 久莫吃药 因食根基未熟 饮食失全 习不得闻 如是大圣妙法 于无量国中 及边邦相礼不得闻 这个昨天就讲过了 可是也很惭愧 久莫吃药 昨天这个讲了 那因为 有时候佛陀佛要讲大法 要看时机 根基 成不成熟 对不对 那因为 前面42年 根基 时机不成熟 所以 众生根基不成熟 时机不成熟 所以饮食失全 刚才就要讲这个 可其实后面这个文 就没有弄得很懂 习不得闻 如是大圣妙法 于无量国中 及边邦相礼 不得闻 那这个 于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闻 昨天是不是有出现 这样的闻 那这个意思 就没有正确理解 所以上人很特别的 你看 把这个放在前面 因为待会 他帮我复习 跳一下 复习这个文 有没有看到 这是昨天的文 昨天的文还没复习 可是他先 先用这张手杂 帮我复习这一段文 这段文就是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点 就是说 前面42年讲了 他是讲的是正法 全部都是有大圣在里面 只是隐藏着 隐含着 大家根基不够 没办法体会 是大家没办法体会 并不是佛头没有讲 他当然没有很明显 把他点出来 可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太早讲 可能会有副作用 我说 这要大智慧才会 做到这样 那因为我们智慧不够 根基不够 所以没有了解 所以前面 一定要知道说 佛陀 42年讲的是什么 正法 而且这有大圣的法在里面 只是 我们不太懂 这也是真实法 所以他就放着 等到实际到了再来讲 所以这就是开钱 先把真实法先隐藏起来 然后可是他说的还是真实法 那先讲方便法 全就方便法 那于无量国中 这个不得闻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本来昨天我的理解 就说 因为没有讲 佛头没有讲 所以你就连命志都没听到 不知道 结果上人今天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说 应该不是没有讲 是什么 是 有时候有讲 这法 对不对 就是有讲 可是大家不理解 不清楚 不明白 不能体会 这样 还不能接受 因为根基还不到 所以大部分的人法 这大纲都还没有接受到 何况里面细节的妙法 我会把它画起来 因为我自己在学佛 这个文法 我就有体会 哎呀 这么多这么多的法 像今天我不说 讲那个五庭经关 这些 这个什么 总相别论 这些等等 还有这个 世家行法 卵法 顶法 卵法 四地法 这个 大纲还好 我以前都接受到了 大纲 我都先掌握大纲 里面的细节 还有里面的妙法 像今天 今天我们华家读书会 有提到 实地菩萨 实地菩萨 实地我很早就会背了 可是里面的细节啊 慢慢慢慢 哎呀我现在才掌握到 实地菩萨也是这样啊 五庭经关也是这样啊 世家行法也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 一定要 你要长时间的受死 你就会体会 所以 你若不体会 就不懂 像这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文 这些经文都会背 可是 你解释的正确嘛 这个 这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 上人今天特别 你看 在这个前面 帮我们复习这个 所以上人多用心啊 我们真的要 要很感慨 要很感恩 这样 也要好好来文法 传法 好 看昨天的文 若在聚落成意 空闲林中 有人来语难问者 逐天昼夜 常未法顾 而未复之 能令听者 接得欢喜 谁者和此今是一切过去 未来 现在 诸佛神力所互故 文书实力 是华今 于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文 何况得见 受识读诵 所以我说 这个到第二 这边 昨天的第二章文 我说 这个什么 是安乐行 告个段落 从这里开始 这个 就要补充一个辟语了 文书实力 是华今 于无量国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文 何况得见 受识读诵 好 那再来就接 会待会接今天的文 就是进入这个 祭诸谕 譬如 佛陀 等于是佛陀教了两次 文书实力 再教一次文书实力 待会叫文书实力 譬如 这样 转人圣王 等等这些 我们先看上来这段开始 佛陀很慎重 又再教起了文书实力 就要文书实力 就等于是要启发人的智慧 文书实力 就是智慧者的代表 所以要教醒智慧 尚人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哽咽 就是 我们的智慧 尚人也一直 尚人 在讲经说法 他对这个经文的理解的深刻 是应该是 无人能比的 就是 他 真正把这个经文 这个已经是刻录心白 能够 而且能够讲得这么清楚 给我听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 那华金 一般人 有些就是 名字都无法听到 何况得见受死 真正见法 真的是不简单 何况收录心白 所以尚人意思是说 这个就是 这个 有没有 把它 这个收录心白来 把这些 经的内容文字 寿司读诵 法要在心白里面 尚人就有刻录心白 我们就要学尚人 学佛统 续续看 看今天的文 文书实力 譬如 强力转人圣王 欲威士 降服诸国 而诸小王不顺其命 使转人王起总统兵 而往讨伐 你看 刚刚叫了文书实力 又叫文书实力 出现辟裸 就是来一个辟裕 来一个辟裕 我们来看 这个解释 裕有六 因为这里出现辟裕 整个辟裕还没完 可是 这个先把整个辟裕的 重点先跟大家讲 辟裕 这整个 祭诸裕的辟裕 有六个重点 微服诸国裕 小王不顺裕 起兵往伐裕 有功欢喜 欲 随功赏识欲 不予诸欲 所以我这有把他拉到前面 这是一个重点 文书实力 譬如强力转人圣王 强力转人圣王欲 据大威德之努来 金伦王者有大威力 降伏一切 这个 转人圣王有金伦银伦 铁伦这些等等 所以 这是转人圣王 那他有这个大威德力 所以他 其实转人圣王就是辟语佛陀 他有大威德力 所以他可以降伏一切 金举伦王得力服众 旷佛有大威德 色化一切 种种众生 所以 佛陀有大威德 可以色化一切 种种众生 可以让众生的烦恼 得志 这些 所以用这样一个批语 欲威士 降伏诸国 王欲威士利 降伏诸国 威士如佛法的庙 降伏魔众 那诸国是什么 五蕴基聚处 五蕴射受想行事 这个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在一个地方就会作怪 就像我们那个 不好的细胞累积累积 就变成肿瘤 肿瘤就是癌症 恶性肿瘤就是癌症 对不对 那就是 这个就 就麻烦了 所以要赶快对志 佛陀转法轮 就是要降伏 用法来降伏什么 魔众 这个法呢 就是降伏我们的魔众 魔在哪里呢 就是心魔 所以这个心魔有什么 就五蕴魔烦恼魔死魔 那这里上来有讲 这个心魔是什么 五蕴魔为主 他最会作怪的 射受想行事 像是 是就是这个 这个魔 魔的这个魔王 这样 所以 这过去已经有讲过很多次 这五蕴魔 可是用什么来降伏他呢 这个威士利就是什么 禅定跟智慧的威力 威士降伏诸果 即以禅定智慧力 威士用语降伏其心 而致敬心意念力 归向亲近的佛土 所以禅定 很重要 没有禅定的话 你坐禅就会走火入魔 对不对 禅定就静思维修了 所以一定要 把静思维修修好 这样 你有定才会有慧 戒身定定身慧 这样 所以禅定智慧是很重要的 这可以降伏我们的心 降伏这些烦恼 无敏 这样 所以这样才可以 这个归向亲近的佛土 即以伦王欲如来 有禅定智慧 故于强力 强力就powerful 很有power 这是什么 因为你有禅定 有智慧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如来 就是佛陀才做得到 所以我们要学佛 要有这些法 而诸小王不顺其命 小国不顺伦王之命 奴诸异见 不入正法 因终之无名 烦恼等魔 奴诸异为五蕴之魔王 有没有 这个有无名烦恼 这些都是魔 有刚才讲的 五蕴魔烦恼魔死魔 这些 那五蕴魔里面 它会举这个四蕴 色受想行事的四 四蕴 四蕴最会作怪的 你看有没有 这个五蕴啊 六蕴啊 七蕴八蕴 这个四 它会带头作乱 十转而往起种种兵 而往讨伐 起兵讨伐 欲修习佛法 对治心魔 恼乱 欲佛所教法 善巧受用 所以 我们要有这个法 就起种种兵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 所学的这些法 来对治自己的心魔 就对了 种种兵就是七贤 所修的法 为前军 还有出二国 所修的法 为四军 三四国所修的法 为后军 因为种种兵嘛 刚才讲的 就七贤 七贤 刚才讲过了 待会后面会继续讲 还有这个 虚头汗 四头汗 阿拉罕 俄罗汉 这个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所迫者三毒 三毒就贪嗔痴 分八万四千之 扣仇 能破者 八万四千法门之官兵 所以烦恼 烦恼就是 好像敌人 扣就是敌人 仇就仇人 这些敌人仇人 靠谁去破呢 靠八万四千法门来破 这些就是官兵 所以佛陀 他有贤圣诸将 这些法 就是贤圣诸将 就是官兵 指小圣之七贤 又名七方便位 或七家型位 都是身闻 圣人 在见到 以前之修行位 那以前 就想说 这小圣 有时候不太重视 其实刚才上来 有讲 这些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真实法 都有大圣 在里面 你这些基本的不修 不从这修 你从哪修 这些一定都要修 都要修 三十七处道品 四圣地 十二英元 这些四家型 这些通通都要修 一个不能少 这样就对了 还好这几年 因为有做早课晚课 所以就慢慢就理解 这些法的重要 武庭经官 别相念著 总相念著 阮法 灵法 人法 四第一法 前面是三贤位 后面是四善根 加起来就七贤 武庭经官是不进官 官生不进 这个慈悲官 你要大慈悲心 因缘官 这个因缘果报 念佛官 熟悉官 那有时候 为什么 最近比较理解这个 因为不进官 就是四念处里面 第一个 这很重要 慈悲官 上来之前也讲过 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因缘官也讲过 念佛官 我平常早课 晚课 都会念佛 会诵经 词咒等等 所以 你也就会 鼠习官用的比较少 但偶尔会用 上来有教过 从一数到十 或一数到百 再重复等等 以前 比较不理解 后来发现 这些东西 原来也是照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用的 总而言之把自己的一念心 顾好就对了 这些都是一些法 来看那个上人的开示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 去了解这七方便法 这虽然是方便法 但我刚才讲 这都真实法 很基本 把心顾好 五庭心关 别相念处 别相念处是什么 就这四个 观生不尽 观寿 是苦 观心五常观好 我这叫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呢 就是什么 把四念处 这四念处纵观起来 叫总相念处 你看 这很好理解 因为以前我对三七柱道品 我就很喜欢 我就有理解 今天不详细讲 上来开示 软法顶法 软法四敌法 软法就是什么 就是要用功 要有热情 上来有专木取火 或是木材摩擦 就会发热 会烧起来 做批语 最后 这个 还有上来的结语 中间我就省略了 因为时间也到了 就是这个法 有些人说最近他修行 他忍掉了 他最近怎么这么忍呢 因为他法就断掉了 他就缺乏这些法 对不对 没有刚刚这个 软法 这个顶法 忍法 四敌法 他软法就没有了 所以要精进 六度万行里面就精进 你布施直接 忍入精进 这样才有办法 禅定智慧 刚才不是讲 禅定跟智慧 就是威势 降服出国 这个大 power 非常powerful 很有力的 才能够降服这些魔 对不对 所以这修行过程很重要 那这七行位 要如何准备好 这都是跟烦恼魔 死魔 武艺魔 对战的时候 的很重要的法 我们一定要培养 所以这个不能省略 还好这段时间 长期以来 都有在培养 希望大家要很用心 每一段每一段 都有所批语 法用批语的方式 让我们更清楚 更了解 这谁在做 佛陀就这样教我们 欧陀特别讲这个 记作语 上人又把这个语 也讲得这么清楚 而且还很哽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上人的话听进去 所以烦恼无名很可怕 无常就在烦恼的刹那 你会有烦恼无名 你就更容易造语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就更会陷入这个无常 陷入这个轮回当中 等等 一念间 所有的善恶都在一念间 一定要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这些法一定要怒心怒心 所以大家要好好多用心 上人特别 最后要交代一句 时时相复烦恼 这就是记诸语 要教我们的 佛陀要教我们的 上人要教我们的 好 祝福大家 都能够好好多用心 时时降服烦恼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敬师庙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